今天中午就在这个房间里面吃要一个炒饭 我要了余香肉丝 我妈要了这个迷线 这儿甚至就可以看到那个出发那个平台 隔音还是蛮好的 听不到噪音 这儿住的比较近 先把鞋子脱掉 休息一下 现在才两点 两点多 嗯 出来这么久 第一次住酒店 两点半 休息一个小时三点半或者四点钟下去 一觉睡醒来睡晚了竟然 现在已经六点了 来了 我去车上去点东西一些 可能今天没有办法收拾这个车了 冷了可是 来车上来收拾一下这个 这点东西 要全部放到上面去 想想要头大 现在车里边已经堆成这个样子了 好 现在开始盖 突然感觉东西好像少了 多了点这点东西 这点东西呢 那酒店给的礼物 也不知道往哪放 也不知道往哪塞 丢没地方丢 所以以后这种礼物啊 最好就不要用 拿这个没用 那我们看 这边已经堆差不多了嘛 现在就是那鱼竿 还有这个东西了 这是我们今天买的水啊什么的 鸡蛋 这些东西不要放起来 然后还有这儿有点小乱七八糟的 这些找个袋子一装就可以了 大概也就这些东西吧 剩下就是把鱼竿绑起来 可以 一点一点的还有这些帽子啊什么的 放在柜子里边 睡衣 今天还买这些鸡蛋 水我直接丢到卫生间里边去 这样都不要节约地方 不放冰箱了 剩下就是这包吃的了 这是一大包吃的 上边已经几乎整理完成了 就这样子了 包包 然后两个包 这一掉其实多出来的 原来没有这些 嗯 就这样子了 很满意 是不是咪楼 我们有可能明天要 去其他地方了 据说是我们的路线中途走不了了 明天再说吧 车来遛狗 收拾完了 后来想想这个 我再往哪走啊 也不行 待在山里躲着吧 这就没什么玩的 尤其这样就不如直接回去了 明天早上起来再看一下吧 米罗一个人在这边睡了 所以我就给米罗 好好好知道是你衣服啊 哎哟 好乖啊 给米罗把衣服穿上 要不然他这个晚上的车上多少 还是有点凉 但是不至于冷 毕竟南方嘛 给他把衣服穿好了 这在车上睡了他 好嘞 哎米罗上来来 好你今天就在车上睡了啊 自己一个人的车上睡 刚把车里边收拾的差不多了 一包临时没地方放就 现在暂时搁那 然后到时候再说吧 先这样 现在已经几点了 我都不知道几点了 可能已经有快十点了吧 但是我们还没有吃晚餐 晚上快就八点四十一了 晚餐回去看叫个外卖什么的 收拾这个房车真的是太难了 这边还有飞机经常起飞 这边 房间里面是听不到的 还好 出来这么久 第一次住酒店 晚餐我们还是在房间里边吃 因为现在外边去公公找个吃饭 确实是不行 所以我妈还是吃面 我炒饭 公报鸡丁 明天我们就自己自驾出发了 刚才机票也退完了 出发回内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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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